在蒙受了实力量的天赐恩宠后 光着脚底板表示 自己也可以谈 自己也可以挨果的机密仔 一回到香港便马上开始着手 竞选画室人的准备工作 他志在必得 所有阻碍他的人都只有毁灭一个下场 机密仔找到自己那 被大低摔成龙断根的龙根叔帮他牵线 从而赢得了坎克哥 大蛇哥 尖哥几位 元老院叔父辈们的选票 甚至阿乐 东关仔 两个丧心病狂之人为了上位 可以随时对曾经的兄弟 痛下杀手的机密仔 为了提防他们用大石头或者大棍子 给自己的脑挂开瓢 机密仔还让师耶稣 帮他请来了一位超级保镖兼打手 他就是人号码帮第一站立 把任钱不认人当成人生信头 去坚守的全篇战力之王 加钱哥 加钱哥这个人最单纯最简单也最可爱 只要你给够他钱 他就能帮你搞定一切 加钱哥就是这么的纯粹 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钱 巧的是 现在的机密仔最不缺的也是钱 在加钱哥眼中 我既然付了钱给你 让你给我打官司 赢了 你也不要觉得我欠你一毛钱人情 他对别人如此 也希望别人如此对他 相比于黑社会江湖中的各种 而与我诈的钻营算计 加钱哥不光战力几乎无敌 为人还如此纯粹 从不双标 绝不屈为 他明码标价同手无欺 在觉得该加钱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立刻喊着让对方加钱 简直可爱到让人心疼 与此同时 按法理本届应该立即被位的化石人阿乐 偷偷约见了几位 支持他的叔父辈 串暴冷老摔狗 阿乐杀了大帝 稳坐化石人之位后的两年里 他带着社团一路壮大 也给这些叔父辈们分了不少钱 此时就连当年强烈支持大帝 强烈反对阿乐上位的串暴 也成了他的忠实拥顿 毕竟他们敢黑社会的 没人跟钱过不去 串暴当年支持大帝 也是为钱而已 阿乐眼见几位叔父 明显有让他续杯之意后 终于露出了贪婪的獠牙 享受过权力滋味的他 想要改一改化石人两年一届的规矩 他想继续永远的把化石人之位坐下去 但要坐到续杯 阿乐就必须先搞定 那个坚守着社团元老院选举规矩的 叔父背中的真正老大邓伯 几位叔父虽然嘴上说着 害怕破坏规矩 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他们心里真正想的可都是 怎么继续让阿乐续杯 串暴甚至还给阿乐支了一个印度之招 如果根本没什么实力的人出来雪人 我们给邓伯一点压力 你在外面再搞搞事情 把整个局势搅乱 那你还是有机会连装的 东官仔你们怎么看 又大声又压诈 杀死了 姬米仔 他有钱 又打净其何够正常生意 很多兄弟都居宰他 如果姬米仔出来选 你想林庄你多激手 一脸阴笑的阿乐 导致到姬米仔才是他最大的对手 但此时的阿乐并不以为意 因为姬米仔明确说过他不参选的 显然阿乐还不知道 姬米仔此时已在实力量的天赐恩宠下 成为了最不择手段 一定要拿到化石人之位的狂暴参选者 拳斗大赛正如火如荼 阿乐的后宫还出了乱子 亲眼目睹老爸残杀大敌夫妻的阿乐儿子 受刺激后精神状态一直不太正常 最近他又因为跟黑社会分子混在一起 被叫了家长 老师对着阿乐一同训斥 质问阿乐 节目小的孩子 怎么能跟黑社会为伍呢 显然老师们不知道的是 则是他们眼前坐着的加可难 正是香港最强黑社会 何连胜的老大 处理完亲生儿子的涉黑问题 阿乐又叫来 胆敢名牌跟自己抢下届化石人的 干儿子东关仔 又是河边又是钓鱼 又是做这么危险的运动 还不带头盔 又是一年一度测脑壳硬度的竞选时节 大跌的平踢板 东关仔很快便意识到了身边的危险 武力之麦克斯 刚偷袭意识极强的他 时刻提防着身边的干爹阿乐 害怕自己也掉给鱼 把小命给掉没了 此时二人刚刚得知 机密仔从大陆回来后高调参选 这让他们二人都感到危机将至 机密仔实力不容小觑 而且已经得到了邓伯的支持 阿乐为获连胜 要求东关仔退出竞选 全力支持他继续上位 阿乐用的手段依旧是 之前糊弄大跌飞机的 下届你当画世人的大背 东关仔听罢 瞬间大跌附提 提议也不如直接双画世人 上次说双画世人这四个字的大跌 现在还在阴间悔恨自己 为啥钓鱼不带个头盔 时间氛围一切都好 都好适合阿乐再使阴招 复刻弄此大跌的那一天 所以听到东关仔双画世人 提议的那一刻 假笑之王阿乐爆发出了 最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假笑 阿乐阴沉抽烟 将东关仔刚才怼他的话 又怼了回去 气氛烘托到这了 不用大石头检验一下 对方的脑壳强度都不太合适了 东关仔猛然起身 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似要爆发 这时有其他钓鱼人前来 在远景中不断接近剑拔弩张的二人 阿乐和东关仔此时突然达成和解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面对如今最大的威胁机密仔 他们二人此刻最佳的选择还是联手 此时在邓伯龙根等占多数的叔父辈们的支持下 一场机密仔亲身参加的元老院投票大会召开 支持他的叔父说 现在机密仔钱多每次帮会有事 都是他出钱出力 我们不选他选谁 而此时在阿乐的庇护下赚得很满波满的串爆 却拿了上次选举时 邓伯的剧本和台词 坐在邓伯对面的他 赤裸的用邓伯曾经的话 反问邓伯 谁赚钱多就谁来做 那不需要我们了 一直维护元老院体系 呼吁社团要平衡的邓伯 也被这段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对到哑口无言 此时川暴又突然发难 在谈判桌上跑出重磅炸弹 他说机密仔身边有卧底 那个卧底还不是别人 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兼小弟阿力 川暴还叫一旁的大蛇哥给出证据 川暴不穷必现 你机密仔查不查清楚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你现在身边有卧底 在这选举的关口 你就做不了华世人 严禁于此川暴的爆弹释放完毕 打不死你我拖死你 而打破这个死局的方式 眼下只有一个 在大佬的牌桌上 有些人注定要成为 丢居宝帅的弃子 什么兄弟情谊 都不值得一提 说白了在这样一个时期 这么难得的一个 扶你上位的timing 阿力究竟是不是卧底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机密仔 要拿出态度 直接搞定阿力 轻轻白白上位 让那些说你可能泄密的人 无话可讲 没错 在黑社会成员们的眼中 为了利益杀死个 亿父亿母的亲兄弟这事儿 并没有什么道德负担 反而怀疑他是个卧底 却不杀他 才是不清不白 沿着于此支持机密仔的 叔父坦克哥 甚至发话 你机密仔下不了手 我可以帮你下手 一个小弟而已 他死了 丢失的只是生命 他不死 你机密仔嘎嘎 丢失的可是 这次华世人参选的资格啊 下定决心要搞定华世人 拿到去大陆 做生意资格的机密仔 则霸气回应 不用 我自己搞定 很快 阿力跟着自己 挚爱的大哥机密仔 坐船出海 去解决一些日常业务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次日常业务的对象 不是盗版光碟 而是他阿力自己 在那个夜黑风高 适合杀人的晚上 机密仔如此娴熟的 麻痹着阿力的警觉 他递给不会抽烟的阿力抽烟 两个人亲密无间 一如曾经无数美好相处的瞬间 随着阿力沉入水底 想着彻底洗白的机密仔 却彻底黑化 为了上位 他已经可以不择手段 杀个最好的兄弟什么的 在他的商业版图面前 都不算什么 毕竟连灭霸都可以杀了卡罗拉 自己杀个长矛的阿力 又有什么好悲哀 事情走到这一步 阿力到底是不是卧底 完全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必须得死 而从阿力 在欢喜楼出场的剧情来看 最先发现周围有阿瑟 情况不对的他 可能不是卧底 但也有可能 阿力发现有阿瑟的反应 也是作曲给机密仔 看的大陆阿瑟布局的一部分 这里我个人倾向于 阿力并不是卧底 只是串暴 故意喷人 毕竟杀个大陆阿瑟 别说你机密仔 北上做生意了 不把你整个 和联盛全剿灭了 都算你们这群 蛊惑仔走运 此时选择联手的阿乐 和东关仔 未必机密仔退出竞选 直接绑了他身后的 大投资人郭老板 他们几人谨慎的戴着面具 把郭老板丢进一间棺材铺 新型脸的阿乐表示 现在他们抓了机密仔的 金主郭先生 那他在内地的生意 就没办法做 他一定会辈出竞选 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已经成为了 东关仔小弟的大头 却还在为情所困 大头一直想要赶快溜走 去劝自己的大陆女友 继续留在香港 慌乱之中 他甚至忘带面具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多情又有文采的大头 引发了东关仔的强烈不满 东关仔直接命令大头不许走 还要他一直盯着郭先生 防止郭先生逃跑 只是这盯的过程有点过于硬核 孤男寡男 共处一关 真不知道他们的大小便 该怎么办 抓了郭先生 阿乐立刻约机密仔 去酒吧谈判 此时酒吧里唱起的歌是 《日生之乌》 配合当下电影情节的语境 两个都处在希望之地的穷小子 将要全面开战 只是不知道 究竟他们二人 是谁先毁灭 还是要毁灭一切 显然阿乐根本不清楚 机密仔此时的处境 杀死了一个郭先生 只不过是损失一个投资人 以后还有无数个郭先生 愿意为他投资 但如果他当不上 这和联盛的华氏人 他就根本没有 跟大陆十力量谈判的资格 就算再有人要投他钱 他机密仔 也没有去大陆发展的机会 机密仔的这句话 倒是没什么问题 曾经表态说 自己不在乎机密仔 以前黑道背景的郭先生 这次在被钉进棺材 正式见识过黑道的厉害后 芭城也没难 再跟黑道歹劳们做生意了 此时的阿乐陷入到了 彻底的困惑当中 他质问机密仔 你不是又不搞黄色 又不搞盗版 一心想要白道生意吗 你为什么要回来选 机密仔此时内心的回答可能是 干爹啊 都怪你对实力量代表的真正力量 真正的原理一无所知 但机密仔嘴上要的却是一个人情 机密仔的意思表达很明确 前两年我支持你当话时 喊你一声干爹 爸爸 现在两年以后了 我希望以后别人见到我会说 我是你爸爸 这种青出于蓝胜于蓝 从前你是我爹 两年以后我是你爹的感悟 著名演员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 可能也深有体会 把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也一直想成为一个比他更强的人 爸 我希望两年以后 或是几年以后 别人能说 我是你爸 机密仔的脸随着酒吧的光线 忽明忽暗 他无法向阿乐解释 自己回来参选的真正原因 他决定全面开战 硬刚到底 此时歌声响起 他是许多穷小子 迈向毁灭的地方 有些穷小子 确实要在这一片希望之中 走向毁灭